生产山水米的全顺公司一再出包 被外界质疑是不是罚得太轻 根本就没在怕 不过今天农委会是正式宣布 要撤销全顺公司的粮商执照 这是60年来的第一次 全顺公司是去制造和贩卖米粮的资格 这代表全顺公司在收到公文之后 必须要将所有通路的包装米 立刻下架回收 而全顺公司违规多次 之前采用越南米混冲台湾米 贩卖销售 震惊了消费者 其中加长米等三种品项 甚至连一颗台湾米都没有 已经构成了诈欺犯罪 而三名主管当时也被检方起诉 现在农委会更以撤销粮商执照开闸 根据粮食管理法 在撤销粮商执照之后 至少要一年之后 全顺才可以再重新的申请粮商执照 而农委会也将在下午召开解者会 说明相关的细节